花蓮警分局的援局 日前在社区进行防疫宣导工作时 就获民众报案表示说 有车辆仪式召窃了 警方立即调派鹰眼小组权力展开调查 发现窃嫌又偷了另一辆车的车牌来躲避查器 而警方在锁定目标之后呢 也进行跟肩埋伏 最后是在吉安的中山路一处停车场 顺利把三名嫌犯给逮捕 全案一刑法窃到最嫌移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两名男子在停车场内准备移动张车 被埋伏警力团团包围 眼见情势不妙马上供出还有另一名共犯 三名嫌贼年纪最大的只有18岁 为了想要出去玩但没有交通工具 竟然萌生歹念 在华联市国刑六街投完车后 又偷了另外一辆小货车的车牌 把张车车牌换掉后 意图增加辨识难度 没想到还是栽在警方的鹰眼小组手中 本所在110年6月8日 售离一部自小客车失窃案 阮经本所同仁眼间发现 该失窃车辆召唤过车牌之后 继续透过监视器画面追气 那追气该车在花蓮县吉安乡 中山路二段一带便失去了踪跡 那同仁立刻前往附近找寻 在附近一处停车场内 发现失窃的车辆 那经现场实施埋伏 在九日的凌晨两点左右 那埋伏同仁发现 窃嫌黄五两人 正准备开启车门 死离之际 将两名嫌犯控制逮捕 另外他又共称 有另外一个朋友 也一起参与这个窃案 那也带了本所同仁前往 那一并带回所之后 全部移送侦办 三位年轻人在防疫期间 想出去玩 竟然动了歪脑筋 遭警方依刑法切到罪嫌 移送花蓮地检署侦办 实在是得不偿失